你是出生在一個藝術世家 家庭的藝術氛圍非常的濃烈 那么在这样的一家庭当中 出生长大 那您觉得 对您的艺术影响是什么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从小家里 就是说我眼睛睁开 早上起来 我父亲经常是 趴在岸头上 课木课 家里来来往往的大人 那时候 要么就是军旅艺术家 那么谈画 谈艺术的是特别多 楼上楼下也有不少是搞画的 所以就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 我妈妈她是50年代初 也是央美毕业的 跟吴冠中吴宙人 当时他们学的 最早书派书苗开始 那你们真的是艺术世家 对对 生活当中 好像艺术是理所当人的 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艺术 对对对 后来您说是到 玉石雕刻厂的这段经历 让您获得了很多经验 这个经验造就了您的艺术方法论 那您说这个经验对艺术来说 它的重要性在哪 这个重要性在我30多岁之前 我没感觉到 随着我艺术创作的深化 后来发现传统艺人 现在看来都是国宝的老艺人 他们对待这样一个原始的食材 怎么样做出一个规整的香炉 它有一套经纬关系 左右上下 它有一个切入方法 由一个非自然体 进入到一种有规则的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我觉得是完全经验的 我没有很好地学过物理结构知识 但是在我创作当中游刃有余 我觉得这种传统艺人的这种经验 让我得到了像童子宫的这种感觉 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好 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就已经进入到身体 血液部分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庆幸 这个经历非常重要 感谢观看